好 今天给老体们处理一下7公斤 那一条上个鱼 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分割 厨房装一纸 鱼上去 我们先把它的鱼头取下来 刀斜进去 就断 鱼骨 撑进去 然后刀斜回来 刀拉回来 这就是它的鱼头 我们先放在一边 好 我们现在把它的鱼摆取出来 这是它的龙心骨 我们直接刀这样子卡进去 好 现在我们往前推 好 放过来 这就是它的半段 我们先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把他们的肉刮回来 放在一边 不要的 现在我们取另外半段的龙心骨 这是它的龙心骨位置 我们刀就这样子卡进去 往前推 好 推到这个尾巴这里位置 刀立起来 一刀割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上面的肉刮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鱼排 好 我们先放在一边 好 我们今天来处理这番组 尾巴 搞错 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先把它的鱼刺拔掉 好 这就是它的鱼排 鱼刺 现在我们把它的鱼刺 现在我们把它的鱼排取掉 好 翻过来了 好 我们直接把这里鱼刺 好 这样子一边 现在放个声 好 现在我们把它翻过来 把剩余的鱼排 把它鱼皮处理当丁 这里按住 它就会弹起来 我们刀就可以直接堆进去了 对到它这里的时候 这是它的指环线和肉的线 我们直接根据这条线下刀就可以了 这样子一刀 拉过来 然后顺着它这条线 剃过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好 现在已经处理干净了 我们直接 对吧 白刀 先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现在把桌面刮一下 我们把桌面整理干净 好 现在我们把它的鱼皮取出来 这是它中间的一条金 以这条为封界线 剃下来 这条我们取出来 我们都是烤串的 烤串 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把它的鱼皮取掉 这是它的脂肪线和肉的一条线 我们就以这个为标准 然后一刀 割进去 刀尖 顶住按板 然后大拇指往前顶 拉住 然后刀拉回来 好 取出来的肉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先放在一边 好 这是鱼皮 这里 这块也是一样的 它的脂肪线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割进去 往前推 刀尖 顶住按板 然后大拇指顶住 换至一边 然后来处理这个换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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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它的鱼皮 然后这上面有一层 我们刚刚取掉的容器 把它剃一下 好 赶紧了 这就是刚刚取出来的半桃商务约 作品每天更新 喜欢的老铁 双击关注 感谢